我们现在刚刚到这个酒店 觉得就是刚下机场的时候 刚下飞机我们打车的时候 简直就被这个劲到了 因为实在比起普吉岛的话 这个清卖的这个taxi太甜 太便宜了 他说160泰铢的时候 我在想这是1600吗 因为我们在普吉岛 大车基本上都是四位数 对不对 是不是都四位数 很开心 唯一有一点它是在路边 可能会比较吵 现在很饿了 我们准备一会儿出去吃饭 然后massage 我还挺喜欢它这个衣架的 因为好像这个设计 可以在这种小空间里面 可以挂一下 挂很多的东西 好像 我好期待这个明天下午 明天晚上 它这个每个星期六 这里有一个夜市在 就在门口 会有多吵呢 这里虫子太多了 这里虫子太多了 像这个一大铃铁 对 然后我们又点了一个这一项 像油条一样 像油条类似的东西 然后配菜给大家看 对啊 surprise 他又拿了一堆菜给我吃 所以感觉这是超值 40泰铢 8块钱 40泰铢 对 这是2块5 2块5 我们俩现在来到了一个 小小汉 spar的这个精油按摩馆 对吗 水疗馆 准备两个半小时的水疗 先身体磨砂 各种按摩 磨砂 然后洗澡 喜欢找精油按摩 按摩的时候 做facial 嗯 特别好 你看这个有碳食的风格吗 绝对的 绝对有碳 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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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这个研究了半天 因为他让我们换衣服嘛 所以这个 我们以为是 我以为是个头套 后来发现这是个内裤 所以 大家看看很轻的 好情趣吧 受不了了 然后还要把头上 换上 这个shower cap 太搞笑了 现在准备facial massage 先然后再磨砂身体 然后再这个精油按摩 所以大概要两个半小时 还挺好的 我觉得七脉这里的价格 确实是还比较值 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价格在期卖 应该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 有点T的感觉 价格还算是 没穿法 不错的 对 做完之后 再跟大家report 感觉如何 刚刚做完按摩 很舒服哟 坐到他这个门口 对啊 心心流水 感受一下这种 环境 鸟叫蟲鸣的这种 对 虽然我们对面就是个夜市 感觉特别吵 但是这个里面感觉客人的zen 所以一个小天地 是吧 还不错哈 我觉得就是 虽然我刚来清卖几个小时而已 我特别喜欢他这里的这种 到处都是比较绿 然后他每家买户都比较多一点 这种花草啥的 那种古层的那种 对 还有那种 对 蛮有文化感觉的 我说我想特别看一看他卖的那个 给我们用的那个 去角质的那个绿豆 给我们去角质的时候 是用的一种东西 闻的像绿豆 就像绿豆冰棒很想吃 对对对对 然后给我们是要 特别 特别天然 特别 然后还有黄瓜 好像是黄瓜 冰冰的黄瓜在脸上 好 上面层是不是 what now 是西瓜 好像是 对吧 我其实不确定 我们可以问一下 然后身上去角质的时候 感觉就闻的像跟着 有点燕麦 有点像早餐 反正就是绿豆 我觉得就是绿豆 跟绿豆的混合 对 对 所以对于这种 SPA的达人来说 觉得这是给几分呢 他算是觉得时间不够两个半小时 对对 就我觉得时间就唯一遗憾 就是时间短了 真的脸好亮 唯一的时间有点短 然后环境啊 然后手法啊 都还不错 对对对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给九分 五分 那我们那天在福吉岛了 福吉岛 说实话 那是个大妈给我做的啊 我觉得手法有点重 有点重口 给我做的是个妹 对 而且我跟大家讲 就是那个大妈 她手上有刀刺 她把我的背摸得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对她有刀刺 她手很粗的 哦刀刺 对 所以那边的话 我觉得给个 让我看来啊 如果做了很多 我觉得给个 环境本来也还不错 但那个冷气太冷了 知道了 今天这个也有点 然后我出来让她关掉了 所以有很多 是吧 我们明天去做一个 俗疗 明天俗疗 明天要做一下俗疗 然后回来到曼谷 再来一个 对我们在 massage 如果可以考虑一下 做一个special 比较special的 我们来看一个special 这个special 我们留到 到时候 到时候再说 OK 拍个关子 我们坐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车 像我们 现在看不见 但是外面有好多 是像那样的车吗 类似的 现在到了这个大象营地 开了一个多少时 好像感觉 嗯 现在 刚刚走了十多分钟 进来这个 感觉还有这种热带 聪明的感觉 很元气 很元气 对 我们现在刚刚换上他们 给我们穿的衣服 所以 Alan还在抹 抹这个 防蚊子 因为这儿的蚊子 非常重 因为它很轻敏 所以 你现在准备去 跟大象玩 欢迎来到 Xiongmai Elephant Sanctuary 你还好吗 是 Karren 你知道吗 K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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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5个 人生在山上 现在你穿的衣服 为Karren 人们 为Karren 为Karren K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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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蟻蟻的蟻的蟻蟻的蟻的蟻的蟻 很不同 是誰 if you want me? 對 真是 謝謝 我现在刚喂完大象 变变了 喂了超多 它真的超能吃 一个六岁 一个八岁 变变上面长了一个蛮蛮蛮 大象的大便上面长了一个蘑菇 那是真的大便吗 对啊 大象里面长了 对啊 来回来 刚刚艾伦有被大象 你感觉还不错 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我们这群里面就有被大象 我实在是受不了 那个感觉就是麻麻的酥酥的 说像被被吸尘器 有一点 以北美国的多东西 再大便 所以大便 来到我们的小 אז 这场屋面 就是这场的更有趣 是什么 这会是这会几点 可能有大概六七点 我们今天从大象园回来以后 我就整个人passed off 实在是太累了 睡了一个小时差不多 然后我们因为昨天晚上 就是昨晚了 然后因为我们昨晚的房间实在是太差了 虽然我们现在也是面对街 但因为我们昨天的房间是在二楼 今天呢给我们换到四楼 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呢又换了个房间 然后我就一直睡 真的就睡到 昏迷状态 然后刚刚被这楼下 能听到这个声音 就是这个清迈每个星期六晚上的 这个night market 就在我们门口 真的是就在我们门口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门口那条街啊 现在已经没有通车了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夜市 因为现在天气呢 有点雨 所以我感觉这个可能有点受影响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了 这里都有夜市 这里都有人 感觉那里有个庙的感觉 像是个庙似的 这会儿特别饿 所以现在准备出去吃点东西 楼下的这个 reception人跟我说 如果说幸运的话 他那个就是 这个按脚的人竟然会出来 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什么情况 所以希望能够吃饱喝饱 然后呢在这个爱舒服 我们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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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俩刚刚在market转了一转 现在呢来到了一家hostel 青年旅社 他的一楼有一个cafe Allen正在研究各种美食 我在泰国来这么多天 天天没有天天了 就是基本上老喝他这个 菜 菜提辣椒 我爱死了 爱死菜提辣椒 非常喝 所以第一次喝到热了 也觉得很棒 一楼 我们其实当时有看 我有看这个青年旅社 非常有style的一个青年旅社 在青木岸 好像好评也比较好 但是唯一的是 他这里面的双人间 都没有卫生间 所以我没有考虑 但唯独他这个青年旅社 有卫生间的就是这个房车 在他院子里面 对 就是这个 但是感觉里面的空间也比较小 所以 所以 这里面有人吗 他们有灯了 哦 有人呢我们就不要录了 不过大家想要背包的话 这个hostel真的非常值得推荐 底下也有吃 而且住的也超便宜 然后这边门口还有两辆老爷车 老爷车在这儿 然后门口就是 门口走出去就是market 就是星期六晚上的夜市非常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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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